中日社论提到立法院否决了行政院对于国会改革法案提出的复议之后 包括总统府行政院监察院跟民进党团都出手要求释宪 四手乱谈宪法的变奏曲让一法一宪完成的法律案形同据文 高举着宪法又冲撞宪法这个毁宪乱政莫过于此 等于说赖清德此举摆明是告诉国人 中华民国宪法跟我抵触者都是无效的 好国民党这个礼拜就要来举行选罢法修正案的公厅会 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就指出在这个时机点来推动修改选罢法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不是怕被罢免呢 那他建议国民党要气魄表示说我们不怕罢免 说不定最后是民进党被罢免更多人 国民党在这时候提这个其实时机上不太对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因为现在是大家刚开始对立法院开始有期待 觉得一些国际民生相关的法案应该要尽数通过 还有过去这八年来很多悬荡已久的东西 应该要尽数把它通过的时候 这个时候国民党提这个法案很容易让人家联想到 他是不是要自肥还是他是不是怕被罢免 所以才要提出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不是说这个罢免的门槛不宜调整 我倒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他是可以讨论 但是现在这个时机上恐怕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那至于其实你也可以看嘛 包括吴秉锐提出来的版本也都认为 现在你这种只要签名就可以连锁的方式 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核实这个人的身份 对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至少在这一点上三党是有共识 国民党基本上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哇这个罢免风潮一起的话 国民党很多人就岌岌可危 不要让人家产生这样的联想 其实你反而应该倒过来就是我们根本不怕你罢免 反而是你要罢免罢免大家一起来啊 你以为只有我会被罢免 你一样会被罢免 搞不好你被罢免没有更多了 你赖清德想要说 藉由罢免来扭转你在国会里头的颓势 搞不好罢免完之后你输了更多 你让让你彻底没机会 你不要被罢免到最后连民众党都不需要 国民党自己一党就直接过半 看你有种就要来玩 国民党也要有这种气魄 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你提在这个节骨眼去提 好像是担心明年会有连锁反应的罢免效应 我觉得这样是不好 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紧急啊 我个人是觉得可以放到后面再来提 那其他的法案先通过 我觉得比较重要 无色觉醒超越蓝绿白 人民要过好日子 看到的是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在周四将要来审议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修正草案 这其中呢 国民党立委徐宇珍版本提高罢免门槛 那绿营是群起反对 而身为关键席次的民众党立委 麦玉珍昨天就重申 不赞成修法来提高罢免门槛的立场 对此国民党团表示 修法没有时间表 选办法是否能在出审闯关成功 还是有变数的 台北市国民党有五名的立委 在昨天他们挺进士林北投区 进行国会改革的宣讲 也被认为是剑指立委吴思瑶而来 那么吴思瑶就在他的脸书上开墙 他说高谈假改革争扩权 炮轰民进党攻击吴思瑶才是背后的目的 但他说还是欢迎兰尾来 甚至推荐了四家小吃店 还说寄在他的账上他买单 这个许晓星派人去询问店家 根本是毫不知情 也让许晓星大酸 连脸书发文都在骗 台北市五名栏尾挺进士林北投 进行国会改革宣讲 一度遭到绿营支持者呛声 喊话绿营支持者让三十年前的民进党来帮大家揭闭 因为现在的国会改革法案 都是民进党过去主张 是民进党背叛大家 为什么国会改革法案 过去民进党都支持 所以怎么会有破权的问题 官员可以说谎吗 不可以 官员可以说谎吗 不可以 官员说谎 要出去关对不对 林家龙说的 林家龙说的 民进党和狠打林家龙的脸 不过这场宣讲也被认为是 剑指吴思瑶而来 吴思瑶表示国民党集结跨区立委来到北投 高谈假改革 真扩全 但炮轰民进党攻击吴思瑶才是真实目的 更点名无名兰尾为了挑动对立而来 但还是会邀请兰尾 兰议员来吃美食 他请客 可以免费记在上上 私家小吃都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所以吴思瑶连脸书都在造谣 兰尾亲门踏户 吴思瑶倒是没再怕 反酸国民党为了顾梁 真的急了 国民党上上下下都急了 害怕罢免也是心虚 所以提出修法来自保 基隆市长谢国良下班 也赶快直奔党中央商讨对策 国民党总动员立足民进党 开启罢免时代 记者西奥珍 蔡美龙台北采访报导 所以民进党现在发起 要罢免谢国良 那么紧接着国会改革视线对抗 前对国政将就表示 赖清德从520上任以后 要抓中共同路人斥责投降主义 到宣布到大陆旅游变成了 橙色警示 全部都是在斗争 没有一个好消息 也难怪赖清德的支持度 现在持续在下滑 那如果赖清德要持续当斗鸡 所有的不满都会投射到你身上 发动罢免谢国良 然后接下来 事件还没有出来之前 要不要配合国会改革的法案走 都是斗争 还有那个柯文哲可能会被起诉 你这个总统从520之后 从两岸斗争 到要抓中共同路人 抓假黄埔 加投降主义 统统都在斗争 然后现在又要宣布 去大陆很危险 橙色灯号 会不会查手机 橙色警戒 所以没有一个好消息 所以你说这样的情况下 民调会逆转 我难以想象 我只能够想象一路下滑 所以我记得吴子佳也在那边警告 说30%就是一个 一个总统的一个死亡线 你还要阿弥陀佛夏天不要跳电 就基本上赖清德从上任到现在 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像昨天就传出一个新闻 说不排除军演的时候 苗栗的宫廟要放弹药 弹药 怎么你上来之后 好像都是在备战 备战是最明显的议题 然后沈柏阳这种抓中共同路人 也是很明显的议题 然后两岸一副要对干 交流减少也是很明显的议题 到底你那个正面议题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会随着 因为你现在才一个多月 所以人家还在期待你 还对你有点容忍 可是到了三个月 大家就会越来越没有耐性了 其实美国人在讲 百日蜜月期是有原因的 所有的不满就开始投射到你身上 包括电费调整可能没有抱怨 到时候通通都来了 政治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我们政治事上有一种叫做 叫做塔西陀心态 当大家开始对你不满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事情 大家都坏的方面想 公民团体发起了 接龙市长谢国良罢免案 据悉第二阶段联署 已经跨过了门槛 那接下来将会送到 接龙市选委会审查 以及中央选举委员会复查 精神科名医沈正南直言 倘若罢免谢国良失败 那总统赖清德也知道 这对他2028连任是个不好的兆头 沈正南同时也喊话民众党 接下来2026和2028 除了蓝白盒之外 没有更好的路可以走 不过原本是由公民团体 发起的罢免谢国良联署 为什么最后是民进党接手呢 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表示说 因为如果没有动员党员 那第二阶段的联署 恐怕会卡关 看得出来地方民意 不一定是支持罢免的 另外罢免最主要的理由 是基隆东岸商场诉讼当中 法院判决大日公司败诉 所以谢国良成功的维护 基隆市的财产 侯汉廷表示 到最后罢免谢国良的理由 只是因为打败了蔡世英 为什么民进党后面要直接接手 很明显的就是因为冲刺的时候 遇到难关跟卡关了 因为交给公民团体 罢免的能量吹不出来 第二阶段可能根本没办法 可能根本没有办法通过 你如果民进党没有来积极动员的话 根本行不通 那就表示了在地的罢免正当性 本来就非常的薄弱跟脆弱 所以民进党一接手 就能够突破第二阶段 表示什么呢 表示第一个在地 当然就没有很重视这个 第二个呢 就你动员下去的结果 也就是突破到所谓的四万份 如此而已 就如果你都没有动员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死 所以如果我们强调 就政党的动员拉到满 或者他再努力一下 那也是非常困难 突破所谓罢免门槛 那么第二个 目前的基隆市政府 罢免的最主要核心理由 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最早就是依据 他的这个东岸商场的开发 对吧 大日然后跟net之间的一些纷争 那法院已经判决基隆市政府胜诉了 基隆市政府都赢了 而且是站在保护市政府的财产的立场 保护市府产权的立场 理论上是基隆人民的胜利 那民进党到底在烦什么鬼呢 对等于是把这个帮市民把市场要回来了 对啊 这个站不住 先前是讲说你看 因为他有这个纷争 你看他这个有问题 结果法院认证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罢免的核心理由 当然就已经完全不存在 我认为这个罢免当然是非常的困难 第一个当地本来就是蓝大于绿 那第二个谢国良本身 他的仇恨值也没有很高 过去来他有外遇吗 他有上摩帖吗 他有自拍吗 他有当房客吗 都没有啊 不好意思这个是前面讲的这些 都不能够叫做仇恨值很高 在民进党看来这些仇恨值都不高 在民进党看来仇恨值最高的是什么呢 就因为你打败才适应了 对吧 就因为你打败民进党 这个仇恨值最高 那民进党显然罢免的核心理由 你看我们一层一层扒开之后 你就发现他也没有什么仇恨值的言行 然后他也没有这个什么 这个法院的问题 他的核心理由就是输不起 那输不起之后呢 就开始搞这些有的没的 所以你就知道 他罢免正当性非常的不足够 那我认为呢 就谢国良市长就继续保持着 他要推行市政 因为如果全盘的 不是说这种所谓的应战或对干 这个也不是说不好 而是说你就会被分散 无暇处理市政 就如果你半年的时间 都完全的跟他好 那你这半年的市政推行 相对就会减少 那如果罢免没成功 那么你2026年能够缩口的政绩 当然也就少了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